赛下曲 临岸 草惊风 当一个自命不凡的文人出入官场 往往都会因为自己的孤傲而闹出很多笑话 比如大诗人李白 自打来到宫中每天都喝得鸣鼎大醉 皇帝让他写诗 他就找各种借口拖延 先是觉得靴子太挤脚了 便要求皇帝身边的红人高丽氏给他脱靴子 然后又觉得墨摸得太稀了 就让杨贵妃过来给他淹没 这么没规矩 皇帝很生气 后果自然很严重 然而诗人卢伦却是个例外 他不仅长得憨态可居 对身边的朋友更是彬彬有礼 而且还经常跟人写赠达诗 很多人宰相都非常喜欢他 虽然卢伦连进士都没考上 可他们都主动推荐卢伦去做官 就连封江大吏 魂奸也喜欢卢伦 竟把他带到了边塞 从此卢伦便开始了一段军旅生涯 在边塞当卢伦看到边疆的战士 如此紧张刺激 便时常想起自己的好友 英明神武的张仆叶 于是卢伦马上写了一首赠诗 赫张仆叶赛下取其二 展现了他在自己心中英勇神武的形象 在卢伦的眼中 封江大吏张仆叶就如同汉代的大将军 李广一样威猛 要是雄资应发的张仆叶来到边塞 那会怎么样呢 卢伦不禁陷入到想象之中 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 除了树上的猫头鹰还瞪着圆圆的眼睛 似乎一切都已经睡熟了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 哗啦啦啦啦响声 这临岸草惊风真让人感觉不寒而栗 惊风表示突然被风吹动 深夜的山林突然狂风大作 远处的草丛和树叶随风乱舞 奇怪那草丛后边花白的东西是什么 难道是一只准备偷袭猎物的白虎 幸好危急关头有将军叶隐弓 隐弓就是拉弓射箭 正巧张仆叶正带队从临边吃马而过 见前方一次白虎出没便立即拉慢弓 一箭射出后都没派人查看 随即便潇洒地朝军营的方向飞驰而去了 到了第二天清晨 早就按耐不住的士兵便赶紧平民寻白雨 平民是指天刚亮的时候 白雨就是箭杆后部的白色羽毛 这里只带箭 天刚刚亮 士兵们就迫不及待地在树林中四处寻找将军射出的白雨箭 在一片草丛的后面 士兵们终于发现了目标 可拨开草丛一看 大家瞬间就惊呆了 那白雨箭竟然没在石棱中 石棱就是石头的边角 看到眼前的石头 士兵们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将军情急之下 误把白石当作了白虎 由于力量太大了 白雨箭都深深地嵌入到了石头的棱角之中 这首诗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 就是因为它句句 口人心弦 罗伦先营造了一个夜黑风沟 草洞之遥的紧张环境 此刻草丛中突然出现的白虎 定会令人心头一惊 还好将军英明神武 一肩射出 然而重与不重 卢伦并没有立刻说明 而是次日士兵们前去查看后才知道 射中的竟然是白色的石头 就算那真是一只白虎 中了张璞叶这一剑 也一定是一命呜呼了 这就足以说明张璞叶的英勇善战 武艺高强 作为一首编赛师 卢伦能让每一句都牢牢地吸引着读者的眼球 真是不简单啊 临案草惊风 将军夜饮宫 听名寻白雨 莫在石棱中